可口可乐垄断了几十年,而且他资本雄厚,却一直没怎么涨价 为什么?是老板善良,爱消费者?当然不是,是他不敢涨 因为同类产品太多了,一旦涨价,销售额可能会大幅降低 霸主位置都可能失去 都知道猪肉价格已经跌了很久,牧原不想涨吗?他不敢涨 涨了消费者的选票就不给他了 他想守住龙头的位置,就得如履薄冰 而且还要无限努力继续创新 因为他不知道一夜之间会不会跳出一个超越他的新秀啊 有人说几个大资本商量一起涨 呵呵,你以为消费者离了猪肉不行吗? 鸡肉,牛肉,各种肉不香吗? 再不急,张大爷可以减少吃肉啊 企业背着贷款,每家情况不一样 你能平均分配销售额吗? 所以想统一定价,那是做梦 垄断不是牧原把其他企业腿打断得到的 而是消费者用手里的钱买出来的 他能跑第一,说明消费者觉得他的产品又便宜又好 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要打他呢? 自由市场,竞争就是最好的约束 企业竞争从来不是谁打倒的谁 而是自己犯错消灭了自己 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完善自己,盼着对方出错 所以消费者不用操心垄断的事 反垄断法是美帝搞出来的 其本质是资本间的互动 那些在竞争中被消费者抛弃的企业 因为没有优势,没有创新能力 就想通过权力打残那个第一名 其实这是侵犯消费者利益的 还有拆封也一样 龙头就是通过资源整合 把零售商变成批发商 让消费者享受了批发价 现在再拆封成零售商 爹还是那个爹 只是拆成了几个儿子 每个儿子都要多耗费管理成本 深深把十块钱东西又变回十五块 你说谁希望拆封 显然不是消费者 资本之间互斗才会反垄断 比如强东同学打着反垄断 二选一的名义削弱马老师 谁得利谁才会支持 我们消费者就不要参与了 消费者支持反垄断 就是自己烧自己的钱 那不是精神锋裂吗